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在这样一个集结 集结 祷告的时候 我感受到很大的神的同在 神啊 我看过这些西方的宣教士 他们远渡重养 他们来办学校 台湾要成为列国祝福是长什么样子 人好像非常满足地充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集结了不同的语言的弟兄姐妹 集结了从短宣回来跟将要出发 甚至是宣教士们 其实神在台北灵良堂已经预备了 这么多不同语言的牧者 他们好像已经早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事 在这里一起在做集结 过去这二十年间 我们台北灵良堂其实拆拍了非常多短宣的队伍 看到这些超过十年的短宣所累积的价值 真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这几个比较有历史的宣教点 其实都是透过教育作为一个福音的切入 或是转化的一个切入点 那教育的影响力真的是需要在时间的累积的里面 你才能够看见它所带出的影响力是非常长远的 其实这个对我们当地所接触到的人来说 是一种非常大的启发 会让他们心里开始有梦想 有一天我也要起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参与缅甸短宣队的弟兄姐妹 可能对争叠都不陌生 这个孩子呢 他从八岁就住在我们活食学生中心里面 常常看到台湾来的老师 然后他就觉得 哇 他们的生命真的很爱神 充满着热情 他希望他有一天生命也可以像他们这样 他现在在台湾 他预备要考台湾的大学 是尾声在我们周五的学生崇拜里面 台北新生命的学生中心 有一个弟兄叫做嘉乐 帮忙台湾老师就是在台湾中文之间做翻译 他每次都非常的积极 所以他非常认真学习中文 然后他非常争取这种练习的机会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连台湾的老板看到他都觉得 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 他的老板是把就是几百个不同国籍的移工 让他来管理 这几年其实有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人来到台湾 他们有的会继续的待下来 有的从这边又会再转换去到别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当我们开始接待他们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也会走入一个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更深的心意 开启台湾岛内跨文化宣教的行动 Rudy牧师其实他当年就是被英文牧区接待 当时他就是一个来台湾的一个交换学生 当他进到英文牧区 他也开始接待更多从中美洲来的学生 因为这一批的中南美的会友的连结的关系 其实过去我们台北领洋堂就能够陆续的在中南美 开拓了已经三间的新的分堂 我们的教会其实从1988年就由印尼牧区 那这几年也开始做了移工的关怀的工作 这些印尼的朋友很多他们来到台湾求学之后 他们可能留在台湾工作 他们已经进入完全融入在台湾这个社会 他们开始很深刻的接触台湾人 他们也想跟台湾人传福音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台湾人 我们并不是看得非常清楚 或者是面对跨文化的这种接触的时候 我们不是非常的有自信 但是我们开始去接触到这些其他国家 跨文化的木质的时候 他就说哇你们代职的人 我都以为你们是全职 你们的恩赐 你们的声量 你们的眼界 他们觉得台湾人真的是身段非常柔软 滋味也非常灵活 非常愿意跟当地的同工们一起团队合作 可是你当初觉得你这个服饰 你这个关怀 你这个陪伴 你真的不知道撒下一颗种子 它可能在五年十年后 它真的是会长成一颗非常大的树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在过去有非常多的地方 因为台湾的我们走出去而带来转化 在这个季节好像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而且快速的一个展开 就是台湾同时因着接待了这些列国 神正在带领我们走入一个更神的命定里 所以我们要一起加入这样子的一个 集结全教会更多的一起来寻求 神在下一步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